都是蠟筆小心包裝 先等一下 先不要走 你朋友要來了沒 沒有 是說後面有放奇怪的東西 遠景在車內來回搜證 手電筒一照 裡頭滿滿的大型帆布袋 打開一看 全是印著卡通圖案的毒咖啡包 我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他怎麼沒有在外面等 在裡面等 嫌犯嚇破了膽 想要拿回毒品 這下自投羅網 誰這麼大膽 公然丟包毒品 時間到回幾分鐘前 一輛白色轎車停在路口彎了進去 短短幾分鐘倒車出來 隨即開溜 上個月13號 新北市板橋 運毒集團成員 粗心落下大量毒品反遭歹 當時傳信嫌犯 將350公斤的毒咖啡包 從五股据點 轉移到板橋公寓存放 但二十幾代的毒品 僅隨手一扔 留在民宅前控地 住户還以為是誰亂丟垃圾 就報警處理 破例是大人到現場一查發現 帆布袋裡面全部都是毒品咖啡包 陳嫌還不敢承認 強調只是借朋友寄放 但還是遭到逮捕 原以為車主會不會知情涉案 循現追查發現 車子是租來的 警方即時攔截大量毒咖啡包 不讓這些毒品流入市面 只是嫌犯移轉毒品倉庫陣地 高調運毒這下狼狽落網 記者張俊惠 陳婷如新北報道